歡迎收看博物正夜 今天我要來試用X2最新的F1 Ultra雷雕機 它的機身整個還滿小一台 有綠色的保護罩 還有一顆非常大的雷射鏡頭 支援藍光和紅外光線 兩格都高達20W 可以切割超級多種的材料 我們先拿出材料包附贈的金屬小卡 這個應該是鋁陽極 測試一下紅外光線的金屬加工能力吧 它雕刻的速度真是超級快的 太空人的圖案只花了兩分多鐘就雕好了 旁邊的小字只用了兩秒鐘 真的是一瞬間就雕好了 非常漂亮欸 接著我還測試了它的切割效果 加工的時間同樣的快速 那這台F1 Ultra除了金屬加工之外 我最有興趣的就是浮雕的功能 我決定先用原廠的老鷹圖案 在石板上進行浮雕 機器內建的外框功能 能讓我們在雕刻前確認圖案的位置是否正確 但浮雕確實花了一些時間 這個3x3公分的圖案 花了快要40分鐘才完成 但成品真的很漂亮 可以看到老鷹的羽毛一片一片的 非常的精緻 那這個浮雕功能呢 需要使用Xtrol軟體內的AI功能來生成 軟體會將平面的圖片自動轉換成立體檔案 我用了這個荔枝的圖案來試用 雕刻出來的浮雕也是非常的生動漂亮 接著我們把機器切到藍光 就可以雕刻木頭看看 這塊木頭是三毛矩 我調整了三個不同的功率來測試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三個浮雕的深度就不太一樣 可以根據你想要的深度去做功率的設定 去年我開始自學木雕 當時我花了好幾天才完成了第一個戒指盒的小浮雕 這次我打算用F1 Ultra來重現這個作品 小花的圖案細緻度大幅的提升 但我也發現它雕刻大面積的時候 木材的表面會出現木紋的波浪 而且整個浮雕的表面會有一層黑黑的膠痕還有膠油 所以我花了一些時間來進行打磨 再進一步的加工完成了這個戒指盒 讓我們來比對一下前後效果吧 功能都試用完一輪了 我要用這台強大的機器做什麼呢? 以前我完全沒有用過金屬做作品 既然它可以切金屬 那我就來做個金屬鑲嵌吧 我想要改造這個IKEA的經典小抽屜櫃 將抽屜的面板 以金屬鑲嵌進行裝飾 而靈感來自於我從家裡附近收集到的昆蟲們 有蜻蜓啊 蟬 甲蟲 我總共設計出了這六個面板的造型 在材料方面我原本打算要用送木 但前面提到木紋會有波紋的狀況 我擔心這會讓我貼金屬板的時候碰到問題 所以還是改用了密集板 並且在表面上貼了一層胡桃木的薄片來美化 貼上了胡桃木之後的密集板 因為上過膠有濕氣的關係 會有一點翹翹的 我就先把它夾好夾平 再放進去機器做雕刻 但很不幸的是 雕刻完之後 這一層超級薄的胡桃木還是產生了雕刻紋路 我只好用針錐去把這些紋路稍微刮平一點 刮平了之後 我先在木板表面上了一層木辣油 這樣後續黏貼的時候 如果膠水有溢出來 比較容易擦掉 金屬板的部分 我是使用0.1mm的紅銅片 它很薄 所以在雷射切割的時候 會非常容易就可以切斷 但也因此它容易有變形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在切割的過程中 金屬片會膨來膨去的 所以我在固定的時候 用兩根木條來把它壓住 切割後的金屬因為受熱變成七彩的顏色 又變得更漂亮了一些 接著就是要花點耐心 將切好的金屬片 一小片一小片的貼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片 那後面就是重複同樣的步驟 做完六個抽屜面板 所以要看一看 切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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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特别想要介绍这只天牛 它好像叫皱胸山天牛 胸部的地方真的很皱 我还特别把皱褶也画了出来 我很喜欢这个天牛的造型 六片的金属镶嵌都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一片一片的锁到抽屉上面 那我每一个抽屉分别用了四颗螺丝把四个角都固定上去 最后我还用同样的红铜片切出了叶子纹路的小把手 贴上去之后这个抽屉改造就完成啦 除了前面用到的 这次我还用了输送袋 它可以拿来雕刻长的板子 最大可以到22乘50公分的这个面积 但因为它不可以拿来做切割 所以这次的作品就没有用到它 那原厂其实非常推荐大家用这个输送袋做大量的小物雕刻 可以让你像流水线一样一口气把大量的小东西全部雕刻好 原厂说明这台机器可以切割这么多种材料 木材甚至可以切到15米这么厚 可是我在试用的时候发现一个状况 在比较靠近边边的地方 它的雷射光就会比较倾斜 在切割厚板材的时候呢 会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断面会蛮倾斜的 但如果你的物件是放在工作区域的中间位置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倾斜的问题 而且如果你是切割薄的板材 那这个倾斜的状况就比较不会是问题 那另外我在试用的时候呢 有拿0.3米的不锈钢板来试切 就需要很高的功率 然后重复很多次的切割才能切断 切完之后我就没有注意到 其实那一片不锈钢板会变得非常的烫 所以我一拿起来手就被烫到了 这一点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 X-TOOL的自动对焦一直是我非常赞赏的地方 那这一台呢 它就是它雷射镜头会自动升降到适合的高度 尤其是它可以加工这么多种材料 你在不同厚度的材料换来换去的时候 会让操作流程变得更顺畅 接着我想讨论一下浮雕 那雕刻浮雕的立体档案 需要使用软体内的AI生成 但这个功能是需要扣点数的 而且它生成的效果有随机性 我没有办法很精细的控制到所有的细节 所以有时候它生出来的立体档 会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种时候就会感觉点数有点被浪费掉了 那这次我们在试用浮雕的时候 有用了一些不同种类的木材 我觉得只有三毛矩的效果是最好的 其他的木头都会有燃烧过度的状况 据说风木也很不错 好像就是硬一点的木材 会更适合F1 Ultra来做浮雕 除了木板跟石板之外 其实我也有试做一下金属的浮雕 但你看画面上这么小的一个造型 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做雕刻 让我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实用 总结来说 这台Xtool F1 Ultra 适合做小型的作品 或者是大量的小商品量产雕刻 应该也蛮适合的 它可以加工的材料非常多样 像我就第一次使用了金属加入我的作品中 另外它的浮雕效果也是让我超级的惊艳 那就推荐给大家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